好 三天新聞團隊帶您跟著臺灣醫療團的腳步 一起來直擊烏克蘭當地的醫療現況 非常獨家的機會 我們現在是進到了這個烏克蘭 當地醫院的手術室裡頭 而這一次由這個臺灣醫療團的醫師 來參與主導的病患 是疑似血管流的病人 那他是經由烏克蘭多家醫院轉介 來到了這個目前的 在Muka Travel的這一家中央醫院 那並且這一次是希望由這個 臺灣醫療團的這個整形外科醫師 來進行主導 來替他切除這個腫瘤 那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是有臺灣的這個整形外科醫師主導 那並且由這個耳鼻喉科醫師 在從旁協助 但是不時的呢 在旁邊就有五到六位 不等的這個烏克蘭的醫師 在旁邊進行觀摩 並且學習並且一起討論 甚至有醫師呢 是從別的醫院是特地趕過來 希望能夠來觀摩這樣子的手術 他這手術時間也非常的快 在四十分鐘之內 就已經完成了 而且病患呢 這個術後的狀況看起來也是非常良好 甚至呢 還謝謝了臺灣醫師 那這樣子在這個當地醫院 第一次來進行這個外科手術的狀況 感想是如何 我們來聽聽看臺灣醫師的說法 我們來就是希望能夠 能夠有需要的話 我們能夠就是幫他們做 而且讓這邊的醫師覺得說 有些東西其實看過幾次 就是你也覺得不會太複雜 好 最後是問我說什麼時候來拆線 還有要給他開什麼藥 或是說這個注意的事情這樣 跟他講說可以冰敷壓半個小時 會比較理想一點 他說這樣可以拿啤酒來冰一冰 然後等一下還可以順便喝掉 好 那除了外科醫師 還有耳鼻喉科醫師 是持續留在醫院 為有需要的病患 來進行手術的治療之外 另外還有一組的醫師 是在這裡進行超一波的教學 而另外的一組臺灣的醫師 還有護理師 則在這個地區的鄉村裡頭 來為這個當地的烏克蘭民眾 來進行行動的診療服務 那臺灣醫師抵達 很快的時間 就做了非常多的這個醫療的項目 還有諮詢的項目 那這個消息很快的 就傳到了烏克蘭國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行動醫療站這裡 烏克蘭的媒體 也是特地非不遠千里的 到這裡來來進行採訪 就是希望臺灣醫療團隊 可以來闡述一下自己的理念 並且告知烏克蘭民眾 這次希望達成的目的 還有哪些話 想要傳達給烏克蘭的民眾 知道 那以上是三立新聞記者 在烏克蘭對你做的第一首報導